以赛亚书第44章 我们要一起思考的是 神只是给了我们生命 然后就不管了我们了吗 有人呢他相信有神 但是认为神已经放弃了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让他很失望 所以呢这个世界现在这么乱 但是呢世界乱不是神不管 而是人的罪孽所造成的 其实呢神造的世界是要人来管理的 那虽然现在好像失序了 但是呢神正在积极的执行 他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 在44章里面延续了前面43章的主题 就是要以色列不要害怕 因为神要帮助他们 在这样子一个强敌 围绕的情况之下 神要帮助他们 而且呢要以色列来作为他的见证 第一节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 现在你当听 造作你 又从你出胎造就你 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 不要害怕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和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衣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 向西水旁的柳树 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 这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 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 并自称为以色列 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跟盼望 就是神要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 让他们不要害怕 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创造了他们 就是造作他们 并且在他们出生以后又不断的去造就他们 也就是不断的建造他们 魔术他们 让他们能够发展 最后还要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不仅创造了人 创造了你我 他还一生的来造就我们 建造我们 然后天天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根本是不需要害怕的 不仅他有创造了我们 建造了我们 天天帮助我们 而且在这个地方还应许说 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也就是满足我们 身体的需要 然后又将他的灵浇灌 我们的后衣 所以神的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还要将他的福浇灌在我们的子子孙孙 所以神真是 神能够来保守我们 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 大大的来祝福我们 因此我们是不需要害怕的 我们是单单属神的 这就回答了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 神只是给我们生命 就不管我们了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他还要来建造我们 还要天天来帮助我们 还要来浇灌我们将他的灵 浇灌我们的子子孙孙 还有把他的福分来赐给我们 世世代代 神实在是恩待我们 极其周到 这样子我们还需要害怕吗 完全就不需要害怕了 接下来呢 比较长的一篇段呢 讲的就是没有别神 拜偶像呢 这是非常虚妄的 所以第六节讲到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救赎主 万群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 再没有真神了 所以在这几章里面呢 有一个重大的主题 就是反复反复的在讲 特别是在下一章 四十五章里面 一直在讲 再没有别的神了 神是独一的神 那反复的告诉他们 让他们不要再犯那种 拜偶像啊 拜假神的罪 所以他也说明 为什么我就是独一的真神呢 那他讲到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开始的 神所创造的 神所铺陈的 然后最后我是末后的 他也是历史的 这个终结的 然后又开创永恒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 神他就是创始成终的主 那除了神之外 就没有别的真神 除了耶和华以色列的 这个圣者之外 就没有别的真神了 那为什么他是真神呢 他又再次的说明 他说 那个古时候 以前呢 我早就说了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呢 我也透过 这个圣经来启示你们 也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向你们成名 而且又发生了 所以你们就知道 我是真实的 那至于偶像呢 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呢 不过是一块木头 那一部分用来烧火取暖 一部分来烧火烤肉 那温饱了之后呢 才将这个剩下的木头 同一块木头 来做偶像 所以呢 人们拜的不过是 拿来烧的木头 烧了就没有了 偶像也是一样的 虚空虚无 更糟糕的 更糟糕的是 偶像也同时被邪灵所使用 来迷惑人心 捆绑人的生命 所以拜偶像呢 其实有很多的捆绑 被就是等于有了破口 让邪灵来捆绑人 而且呢 最糟糕的是得罪了真神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就是拜偶像的实质 是非常愚蒙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 不要受到这种偶像的捆绑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21节 雅各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要纪念这些事 是哪些事呢 就是有关于拜偶像的虚妄 要能够明白真理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就你 必不忘记你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后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所以神在呼召以色列 要来归向他 要来悔改认罪了 因为不管你过去 怎么样拜偶像 拜假神 我要涂抹你这样子的过犯 就好像云雾消散一样 我们知道云雾呢 不管多厚 那也只是短暂的 都会消掉 所以当我们的罪 被神所洗尽 所赦免的时候 就是云雾消散 又是蓝天一片了 所以神救赎了他的百姓 因为赦免他们的过犯 诸天啊 应当歌唱 因为耶和华做成 这是地的深处啊 应当欢呼 众山应当发声歌唱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 并要以以色列荣耀自己 从你出胎 造就你的救赎主 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铺开大地的 谁与我同在呢 所以在这地方 神描述 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他做成了救赎的大功 诸天要歌唱 地的深处也都要欢呼 众山要发声歌唱 树林也都要如此 所以我们看到音乐 歌唱实在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欢庆 是神要我们能够去 欢喜快乐的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我们就是在敬拜当中 在神的救恩里面 我们就要欢喜歌唱 然后呢 接下来最后一节 就预言了古列 论古列说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 所以这个古列王 之前已经有看到了 这是波斯的 这个帝国的创始的皇帝 是神所使用来带领 以色列人能够回归圣殿 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的 所以神兴起他 说他是神的牧人 要成就神所喜悦的 要来建造耶路撒冷 来立稳圣殿的根基 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呢 我们看到神都能够使用 外邦帝王 来牧养他的百姓 所以我们看到 真正以色列的王 其实是耶和华 就是他们的神 也就是他们起初 所弃绝的 他们宁可要找 看得见的人来当王 而不是让神自己来当王 所以我们也一样 我们要尊神为圣 作为我们的王 感谢主 Amen